清潔人员全副武装 背着消毒装备 在大街上各角落 仔细消毒 静容12日新增一名富人确诊 至今感染源不明 环保局干脆来个全市大消毒 13号上午 环保局派出十多名人员 从新丰街大型社区一带 展开消毒到深溪路 根据今天的一个作业情形 就从包在隆纳的一个社区 一直往上走 沿着深溪路 一直到运行江山回转回来 一直往下走 从新丰街一直从和风街口的部分 针对这些的一个公益大厦的部分 人口运行比较多的点 然后运行一个环境消毒 疫情升温 大型社区加强进出管制 除了要喷酒精消毒 反客预律要登记实名制 以前就有湿湿的 后来有一段不是有很淋淡 就没有什么了 不少社区周边餐厅 实施人流管制 因为天气热 可能回去有三十多度 三十九度四十度 一定不准进入 在旁边椅子坐好之后 就退到那个横度 才让它进入 那外卖的一切全部 全部在我入口处就停止 然后请打电话跟我来 下来允许 所有店家的部分 因为我们这边很多食品店 或者说它的人口流动量很大 所以一力管制 由政府所规定的一个秘密 一个空间里面 就在五人的情况之下 就在外头后等 里长也持续宣导 民众外出要佩戴好口罩 进入社区大厦 需要配合量体温等防疫措施 希望全力防堵疫情进入社区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